昨天的话美联储声明是将维持联邦基金基准利率 还是维持在0.25%到0.5%的水平不变 是符合市场此前的预期 那一月份的声明态度来说的话 总体是偏向鸽派的 那么美元涨势受阻 为金价提供了一定的支撑 而且昨天盘中的话 金价是在这个声明公布之后 大幅拉升迅速收复了日内此前的跌幅 一度触及到1,127.8美元的这个阶段性的新高 同时的话SDR黄金ETF 持仓量也是继续的攀升 这反映了投资者对于黄金市场 目前的信心还是比较旺盛的 当前美黄金时报在1,126.1美元每盎司